说到二月都快结束了 听到好像是否时候都看不少股份 其实经过今次调整都挺吸引 如果历史重现了 三月就会开始回升 我们是时候报处定的 你自己觉得怎样看 你自己有没有说 怎样为一个信号 我就开始去吸纳 还有你自己心目中是哪一些呢 我自己这样说 时间有时候真的难掌控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 因为自己有条index 我们其实自己有个passive的一些service 我这么说 我自己就身体力行是三月 我已经准备了一张支票 是三月去买passive index 那就是被动的东西 我已经是不是怎样去理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只是觉得开始应该有机会 开始底的做长线的 那我就三月开始去做 那跟着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去说 现在应该要去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投资者 不是说 我见到前面的路开始光明 我就可以放心去攻 因为光明之前最后那一百米 可能就是最多私鞋在那里 大家忍不住走的时间 甚至那种比喻就是 现在就算这些东西 告诉你很便宜 你就会觉得 好似先派那样 你二十元一棵菜苗的不买 去到八二元的时候 大家去抢的嘛 大家是有人性 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可能 其实现在的货都是这样的 但是 我觉得 会用回上次的思路去看 我觉得 上次就不断开始跟大家说 好像真的确立到 有些东西就是 从实见虚 如果你只是买股票的朋友 你从实见虚的话 你就会开始看到 那些做实务一点的公司 是表现得好一点的 最少 起码可以跑赢出来的 那 例如 你说美股上面 就是上次说的那些 就是 你看到Visa那些 虽然都没什么再特别升 但是你看到 不像隔离PayPal SQ那些 不断跌下去的 那我觉得 用着这个方向去看 如果你说这段时间 去想有什么错杀 又应该像是 对从实见虚的角度 美国上市的 我自己会看的 可能就是一些 旅游复苏概念 因为旅游复苏概念 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概念 有个几环环相扣的关系 那变成了 其实这段时间 就看来是因为 欧洲那边的消息 就你很明显看到 拖累了一些 凡是有欧洲业务的公司 是做得差一点的 甚至你可能在 港股啊 或者中概股啊 你都可能 都是用这个角度去想的 因为其实 我们会见到 有很多 例如中概股那些 新能源车 本来今年 他们的卖点 就是打进去欧洲市场 但是一突然间 这些消息呢 他们杀得很厉害的 那可能是因为 有这个 欧洲上面的忧虑 那 其实 我们会见到 港股啊 那些其实都有 选择的 那但是就 可能你就要 悶一点去选择 一些股 便宜一点 高息一点 就是好像之前有提过 可能那些电信股 那甚至 其实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我们就见到 A股呢 就是 来一些晶片啊 一些电池啊 一些太阳能呢 其实就 开始回升 特别跑出的 那究竟是纯粹一个反弹 还是见底回升呢 那我觉得晶片上面 可能就是 属于符合重实建虚的 是的 就是这个概念 只要在刚才的三选一里面 我会这样选择 就是 思路暂时 会是这样的 是的